五一快了,你们五一假期都去哪儿了? 本来我想要回家的,但是后来票又没买到,回去只能待四天,也就没有回去了,这几天就在上海随便的溜一下。 现在去吃饭,你们猜我吃什么呢? 一般放假的时候我都会去吃一碗油泼面,你不知道我对油泼面是多么的情有独钟? 刚好我住的附近是我老乡在这开的,他做的饭应该是算很正宗的了,所以每次我都去吃。 为什么这么喜欢爱吃面呢?因为我是北方人,又是西安的,我在家的时候能吃面的话,我绝对不会吃米饭,所以我来南方的话就果断的瘦了。 在家的时候也有100到115之间吧,然后到了上海就是100左右,有时会掉到95斤,所以说这个吃面确实是能够增肥的。 这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,我今年的北,我面对寒冷。 现在我来到超市了,买一点水果。 这个香蕉是3块2毛8,西红柿也挺便宜的。 买了个面包,香蕉还有西红柿,好像是五一在促销呢,不是很贵。 这儿剪发挺便宜的,下次来剪吧。 嗨,我吃完饭了。 感觉吃完面就满血复活了。 我现在已经不想家了。 他们家做的面真的和我妈做的面的味道不像了,所以每次都在她家吃。 你们五一有在西安玩了吗? 可以吃吃西安的小吃,真的很多。 好想念啊,我也想吃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儿了。 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 一定要关注我哦。